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准时收看金融百分百 今天大盘表现不错 其实在昨天的尾盘 我们就已经看到了 似乎有人在这里 不想让台北股市 在短线上面 呈现了一个所谓的弱势 那今天台北股市 你可以看到 这个表现气势更强 因为电子股回来了 但真的电子股 就已经开始吸金 把所有的资金都吸过来吗 我们先来看 大盘加薪股价指数今天 上涨290点 直接又收最高 又收最高 这个量4500亿 OK 因为我们说过 在前一波连续4天的下跌 这个量爆出来之后 爆太大了 那么你一定要先量缩 把这个当冲的一个激情 先把它冷却下来 所以今天台北股市 电子股带动反弹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整体而言 今天表现上相当不错 那 我是跟我客户 这样分析的 各位来看一下 台股昨天是拉尾盘的 不然如果没有拉的话 这个K线是连五黑 那拉尾盘之后呢 虽然没有占上17000点 但是避免月线下弯 这一点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那关股呢 那关股呢 是连续了几天 进场去点火 护盘 那电子的成交比重 昨天是不到4成5的 但尾盘的部分 我们来看 电子股的成交比重呢 有稍微增加 有稍微增加 我们来看一下 电子股成交比重 尾盘回到47% 重要的是 它收复了这条际线 电子股股 这个际线不能让它 这个有效跌破 因为际线在这里 它只是稍微走平 它并没有下弯 虽然电子股股的月线 已经下弯了 你看电子股股月线 已经下弯了 但是它收复这条际线 收复这条际线 所以我讲 有人不想让月线下弯 大盘的月线 有人不想让它下弯 你看月线扣底值在这里 所以未来 这个月线扣底值 会越扣越高 那等于你的月线扣底 跟目前的位置 在做赛跑 如果月线往上扣 你的股价在这里 你不动 那月线 这条月线就变成走平 甚至下完了 所以月线这三天 未来这三天在这里整理 大盘是有机会 重新再涨这个发球权 重要是16926 这个位置 因为在最近这几个交易日 昨天的扣底是扣最高 16926 所以大盘在昨天 有人去互助这个 那今天顺势再攻 在顺势再攻 但成交量的部分来讲 萎缩 所以它是以手代攻 它是以手代攻 电子股还没有成为 多头的重心 你从成交量看 就可以看得出来了 那运输的比重 还是一样 20% 钢铁也是一样 钢铁 运输加钢铁的比重 31% 31% 所以这个大盘 它还是一样 就是由电子股出面 做护盘 不过有趣的是 你看 昨天不是涨台数四宝吗 我不是告诉大家 你不会去买台数四宝吗 结果我讲了 我只对了一半 你看昨天台数 台数的融资增加多少 那你看今天台数 直接开低 所以这大盘变成怎么样 你看台数昨天直接开高 把指数带高 今天直接开低下来 连台数 630亿股本 都可以这样子 那你知道融资增加多少吗 你看融资增加多少 融资昨天增加2722张 本来前一天融资只有2900 前一天只有2900张融资 昨天一口气增加2700 所以这个行情 基本上来讲 你不能去追涨 那也反映出一个心态 现在很多投资人 就做短 想要融资 这样是不对的 这一个大行情里面 轮动的格局还是存在的 所以你要想到的是 拉回你要赶买 你不是涨的时候去追 台数今天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对不对 来 那电子股的部分 我想 当然 其实今天电子股的成交 很多都是跌升反弹的 面板就是跌升反弹 群创今天涨停 彩晶今天涨停板 对不对 友达今天没有 差一点点 所以你面板珊瑚 你看 跌升了 跌破了月线 那这个月线上扬 所以它跌下来之后 它站回去 各位懂我意思吗 这个月线上扬 其实跌破月线 短线上都是一个买点 都是一个买点 所以今天面板反弹 面板反弹 那至于说 传产股的操作也是一样 我们刚刚提到 航运类股 钢铁类股 它的资金 其实还是在 传产当中 进行轮动 那航运类股当中 我跟你讲 最强指标股 不是长荣 是扬名 大型的嘛 扬名 扬名 外海 三只股票 我认为扬名 会过高 扬名还不见得 立马过高 是不是非常接近了 今天收最高 扬名今天收最高 我前几天就跟各位讲 你要关盘 最重要指标 货柜里面 你看扬名 扬名走强 其他人安心 扬名走弱 其他股票跟着杀 这非常清楚的 你看大 做小 所以我说 韩运类股里面 大家能够跟着我的节目 你都能够赚到钱的 而且你一定买得到的 那不就是2617的台行吗 今天还在创高 你看见没有 今天创高50块8 虽然尾盘收盘 没有收最高 可是盘中创的高点 他比扬名还要强 你去看看 航运类股里面 有哪一个像他那么强的 没有 只有台行今天创新高 所以我帮你选的股票 就是最强的股票 我帮你选的股票 就是能够让你在震荡过程当中 你最能够最有效率 也最快能够赚到钱的股票 是不是 你不要买一大堆股票 你买台行 你只要不是今天追的 其实你过去几天买都OK 你今天盘中都有可能怎么样 解套 你就算追到这边 你追到这里 你追到这里 你今天盘中都可以解套 最强的是不是 我们给你介绍的台行 对不对 钢铁的指标 谁 各位猜猜看谁 就是中宏嘛 那一天大盘 钢铁股在出量 这两三天在震荡的时候 有没有 中宏这三天震荡 我说整个钢铁指标里面 你要看的 你就是看中宏 你不是看中宏 5月5号这天涨停板了 6号再涨停 7号再涨停 你去找看 股本超过100亿的 哪一支股票连续三天涨停板的 股本超过100亿的公司 你去找上市上柜 所有股票里面 只有跟你讲中宏这张指标股 连续三天涨停板 因为我们说过 钢铁的原物料的行情 它是从上到下 那你一定是热压冷压报价在涨 然后转价到中油下游 那下游的成本上来之后 它再转价给end user 这样各位懂我意思吧 所以整个不锈钢来讲 或钢铜 我们提到这些所谓原物料的大行情 它都是based on 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什么 通货膨胀的效应 所以指标股就是中宏嘛 连三天涨停板嘛 对不对 一样嘛 对不对 你看着中宏 只要中宏走弱 那其他股票都会被影响 跟阳明是一样的道理 这是我要教大家怎么样关盘 各位懂意思吗 所以我想 很明白的就看到了嘛 指标股抓出来的 资金就是在里面轮动嘛 连三天涨停板嘛 所以 这边的操作其实 方向都非常明确了 我们没有改变方向之前 其实你都是拉回买的 你都是拉回买的 叫2027大神刚就好 我也直接跟各位报告嘛 我盘下再买嘛 这个都直接跟各位讲的 我盘下再买 不能追涨停板 不能追大涨 这个行情就是轮动 我刚才为什么特别 跟你举这个例子 我说连1301的台数 散户都用去融资 突然看台数大涨 通通跑到去追 今天直接开低 那搞不好昨天你追台数了 今天杀掉 搞不好礼拜一震荡 又上去怎么办 对不对 所以我告诉你说 我说大臣刚刚操作 我就是逢黑再买 我今天逢黑再买 平排下再买 美国反倾销政策是没有变的 那么涅价上涨 它带动钢铁 这个不锈钢的报价上涨 是不是 所以我们认为 它报价上涨两成是一个 可以接受的 而且很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两成 那同时它有半年的低价库存 可能在第二季任列 或第一季 这个要看公司 但这个半年的低价库存 会拉高它的毛利 不管是第一季还是第二季 同时持有大国刚38%的股权 所以其实股票操作就是这样子 没什么太大的学问 亲爱的观众朋友 你要记得一点 这是个大行情 但是你的股票 你的持股 也不能说因为这是个大行情 电子也买 传产也买 生机也买 不可以 你必须要有个方向 对不对 钢铁股 其实跟你讲 就是那两只股票 航运股 扬明 台航 那至于电子股呢 我跟你介绍的股票 我一路看好股票 今天是不是又涨停板了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這次的电子股票 新型パワーコードレスは軽い 更加的 耐性的吸引力 的重量 重量 重量 高度 200W的吸引力 重量 重量 2.5キロと3.5キロ合わせて6キロ これがスイスイ上がる すごい 軽くて強いかとっても強いか パナソニックは選べるパワーコードです パナソニック 大华国际投赴 2362-8000 我好喜欢你绑马尾 带走都不绑 年轻的髮型不适合我了 年续24年日本热销No.1品牌 美元花果香 彻底染色 然后褶色不闪白 我太太还是一样年轻 最后 髮色不变 年轻不变 新包装 美元花果香 大华国际投赴 2362-8000 Oreal 转在一起 天在一起 泡在一起 以喜欢出故事的恋循 买Oreal扔两件 抽小小兵限量好礼 我们从台湾开始绽放 行销到全世界 南花像少女般拥有不同的样貌 等待着可以发掘 世界蓝战花样台中 邀请您来体验 兰花的美 你干什么 这里是后宫还是前朝大殿 你是我的皇后 还是朵思剑右思剑 我都不爱了 你都不爱了 怀疾是最最喜欢公主的 周一至周五八至十点 十四品牌热后堂 糊成碧 掌握市场先机 总是给民独到的投资建议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三点 竟有百分百地照遇 去看东西 但去掌握市场趋势 来 丁老师不是告诉大家 不要心原意嘛 想东想西的 你买一大堆股票 到最后没有办法照顾 对不对 我说你有把握的 你就重压 像前两天电子震荡 我手中又有电子股 对不对 可是我就不会告诉你说 电子股你就乱杀 我说我看好金豪科 来 亲爱的观众朋友 来 金豪科的老朋友 大家都可以做见证 我怎么带各位做的 沿路以来跟各位持续讲 持续看好 我说 为什么很多人 你看我的股票 看我的节目 你有买到 但是呢 没有赚到 或者赚一点点 或者赚一点点 为什么 我问各位一点就好 第一个 我的成本 跟你的成本差多少 对不对 那你说你买在这里 你可能有小赚 或跑掉了 是不是 所以我真正的重点在于 一个好的股票 你怎么进出 那涨上来 其实丁老师告诉大家 我为什么会一直拥有金豪科 我说 他去年赚3块8毛5 那么 我们跑出来的 这个讯息 第一季 我说预估赚2块钱 我怎么这样讲过 我说第二季 单季超过去年全年 我都先跟各位讲 结果呢 你看到没有 今天公布了 第一季赚2.3元 我有骗大家吗 金豪科这两天回档 这两三天回档 我不是一直笑笑跟各位讲 对不对 你们一样有看到金豪科 但是金豪科 你看节目的 很多人都买到股票了 但是 说不定有人没赚到钱 或者赚一点点而已 所以真正重点是 我们要做新的股票 所以我才讲 大家对电子股 没有信心的时候 我特别来推码 我说 你真的不会做 你跟着我做 你跟着我做 对不对 金豪科果然在公掌停板锁住 跟丁老师预期的完全一样 他的业绩还超过我的预期 对不对 还超过我的预期 我预估他赚2块 就要赚2块3 对不对 所以从这个例子里面 各位你就知道 其实 我们看好一个类别 或一个股票 目标价还没有到 我会告诉你 但重点是 怎么进出最重要 那再来这个浦安 这最新的标的 奇亚币概念股 你特别要注意了 那你说老师 这个奇亚币真的假的 你拭目以待 好不好 就像当时我跟你介绍 这些股票都一样 奇亚币概念股 当然它被分盘 被警示分盘交易了 但是大家拭目以待 那同价上涨的部分也是一样 华欣 大亚 为什么 因为同价的关系 因为同价的关系 所以你说像这些股票 我坦白来讲 每个人都看到 我的股票就那几档而已 对不对 那真正的重点就是说 这个行情是电子跟传产 都可以同步向上的 但你的轮动要抓清楚 对不对 那到底下个礼拜是涨 传产还涨电子 你想想看 对不对 像大臣刚刚我也跟你讲 我今天逢黑我就买进 所以其实大家 现在问题是信心不够 那我就跟各位讲 你下周一 你就从这档开始 好不好 为什么 那这档股票 我说我先保密 我希望帮助到所有的人 你们前面 不管电子传产没有跟到 没有关系 你就从这档股票开始做起 下周一早盘 就从这档股票 好不好 所以我才推一个月体验营 让你来体验 对不对 我的股票你看到了 奇怪都赚不多 那我要你来体验 跟着我们来做 能够赚大钱 很简单 我说我们就做新的股票 就从这档开始 礼拜一 你电话打进来 下周一 我牵着你的手 好不好 一个月体验 我们就从这档股票开始 下周一 从这档股票开始 我的鱼会种菜哦 鱼菜共生是一个生态循环系统 不需要换水 很生气吧 现在没农药 周周都有新鲜的测试哦 Happy Balance Lagoon Fish 鱼菜共生组 全新上市 Lagoon